在花莲在地营业已经60年的知名老店嘉兴冰果市 昨天晚间惨遭注容 日式木造老屋遭到大火吞噬 现场还不时传出爆炸的声音 老板顾不得当时双脚已经烫伤了 光着脚跑到消防分队求救 看到了自己的心血复制一具 难过的贪坐在地不愿就宜 嘉兴冰果市老板被一把爆起紧急送上救护车 众人绷紧神经 因为花莲新城60年的知名老店嘉兴冰果市 周五晚间突然陷入火海 日式木造老屋惨遭吞噬 浓烟狂窜还不时传出爆炸声响 消防人员全力灌就发现着火的就是老板本人 因为我姐夫是说他要出来吃药 然后就有听到那个火井的声音 然后就看到着火了 老板睡前准备吃药 却经见火苗 眼看火越烧越旺 顾不得双脚已经被烫伤 赤脚跑向一百公尺外的消防分队求救 还一度难过的瘫软在地不愿就医 众人错愕不已 因为时间推回到两年前 嘉兴冰果市曾发生气爆意外 员工和老板总共五个人受伤 老板还送进烧烫伤家户病房 没想到才气爆重生 又遭暗夜恶火肆虐 店面几乎全毁被迫暂停营业 正式起火点疑伤在冰柜附近 不排除是电线走火 详细原因还要再查 两度火井意外再度重创老店 记者呈见欢迎报道